他說美國 加拿大 紐西蘭 澳洲加起來 跟英國加起來 十一趴人口而已 我們中國就十四億了 全世界佔五分之一 佔二十趴 所以全世界現在的權力 是用人口來比的嗎 我真的搞不懂 什麼都已經到AI時代了 還在拿人口來當作一個 我國家競爭力的一個象徵嗎 人口多不代表可以做出晶片來 人口多不表示 你每個人吐個口水 把你美國人給淹死嗎 這什麼什麼邏輯 而且我覺得華春瑩 他講這個話 他小心他可能會被清算 他說現在有如八國聯軍 當初為什麼有八國聯軍 就是因為當時的慈禧太后 還有當時的這個皇帝 這個光緒皇帝縱容這些義和團 打著扶欽滅羊的口號 去殺那些傳教士 去殺洋人 後來八國才聯合起來攻擊中國 然後搞到後來慈禧太后 還必須逃出北京 然後後來中國還必須要做 根子賠款 賠這些國家還有割地 所以他說八國聯軍 那表示習近平是十七太后 十七其實縱容 這個義和團是誰 就楊潔篪 王毅 到美國去嗆聲 然後縱容這個成全國 這些人在新疆大搞 這個在教育營 然後最後八國聯軍 中國被圍攻之後 結果中國到最後 也輪為清朝這樣 割地賠款 他竟然敢說習近平是昏君 是跟十七太后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 華翠銀做這個比喻 真的有一天中國真的有可能成真嗎 到最後八國 現在眼看真的八國來了 德國派潛艇 英國派伊麗沙白的航母 法國也派軍艦 三個國家 加強到日本 澳洲 印度 這個美國 就七個國家 四國聯盟 再加個臺灣就八國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他是這樣講 等於中國未來真的有可能面臨到 國際間對他的指責 我覺得歐洲現在終於出手了 歐洲過去對中國態度是比較 不是 因為他覺得對我沒有直接威脅 可是反而是因為新疆的問題 引發歐洲的重怒 我覺得現在中國一個敵人不夠 日本 那個美國不夠 日本不夠 現在還把歐洲拉進來 你一個國家對八個國家 你怎麼打這個仗 我怕什麼 我十四億 好了好了 你就十四億到處咬人 歐洲才五億 那你要派人去歐洲 去咬他們 每個人咬一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看得出 連華翠銀這個外交發言人 竟然講出這種話出來 那我覺得現在的確 而且我覺得歐洲現在看到的情況 除了他們對新疆問題很重視 因為是人權問題 歐洲重視的是人權 他們本來跟中國有很多經濟利益 他們看到了你在人權上的迫害 所以歐洲站出來是比美國更有公信力 因為美國可能本來就是要跟中國對抗 歐洲本來是想跟中國維持好關係 他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的指控就真的有道理 這是中國怕的地方 他不怕你美國人說我 他可以整理出一大堆 你美國如何侵犯人權 可是你沒有 他找不出歐洲的理由 所以歐洲講出來是更是質地有深 更重要歐洲看到的是什麼 習近平最近要打打好跟俄羅斯的關係 可是俄羅斯對中國來對歐洲國家是有 是有威脅的 所以看到俄羅斯跟普丁跟習近平合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對中國又產生更多的疑慮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現在搞的做法是讓歐洲國家 大家結合在一起 當然還是昨天還說美國國會議員說把臺灣納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當初就是冷戰時期對抗什麼 對抗蘇聯 歐洲國家對蘇聯 是有一種相當大的恐懼 現在這個恐懼就起來了 所以把臺灣納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大家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都是歐洲國家 他們可能不想得罪中國 現在他們對於俄羅斯的恐懼 跟剛熟冷戰時對蘇聯恐懼是一樣的 而當時NATO 這個組織就是美國跟西洋國家組合在一起的 我覺得他未來會發揮更大的 功能 而臺灣真的越來越有可能加入了 因為歐洲國家看到了中蘇的結盟 是 來 張老師 這個 范老師說的一點都沒錯 這個外交部 我看這個這個稿子真的是亂寫了 居然說中國現在面臨的是八國聯軍 第一個就像剛剛講的 你等於說現在習近平要嘛就慈禧太后 要嘛就光緒 那最後的結果是清朝就滅亡 這個慈禧太后 死後光緒幾乎同一天 大概差兩天死 死了之後宣統繼位的皇帝才做四年 清朝就亡了 他的意思是什麼 難道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要布上這樣的後城嗎 第二個他現在這個中國花了很多力氣 搞中歐的這個經貿的這個協定 意思就是要反制美國的貿易戰 結果現在歐洲全部得罪 六國召見大使 這是很嚴重的外交抗議 所以之前訂的這個中歐經貿協定 恐怕是會有問題了 那現在呢美國貿易戰還沒有結束 拜登那些關稅都還沒有撤銷 現在歐洲又鬧翻 那中國雖然說他講了很多我人口十幾億 你們才占世界百分之十一 問題是他們的經濟GDP總值恐怕是不止世界百分之十一 加上美國恐怕接近世界快一半 那世界上現在看的不是人口 看的是你GDP總值 當然還有很多科技其他方面實力 可是光看這個GDP 他也沒有大聲的資格 而且好就講人口好了 印度現在印太聯盟 我們講四國 印度也有十三億 美國 印度 日本 澳洲 四國 最近才剛剛視訊會議 印度加起來 加上歐洲 加上美國 馬上就超過你中國 所以你光比人口 這也是傻瓜比法 所以現在中國的外交 以我看這個已經是出現什麼 進退兩難 自相矛盾 這個是被制裁的其中一個歐盟的議員 叫做蓋勒 蓋勒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三十幾個國家 站在同一陣線 來 董老師 我覺得其實我們不要中中共的計 中共他這次是真的怕 你看他是怎麼回應的 他馬上躲在中國十四億人的背後 他馬上躲在中國歷史的背後 可是對不起 今天跟一百二十年前 一個最大的不一樣 一百二十年前那是帝國主義 那是鴉片 在傷害中國 不 今天歐盟談的這些事情 其實是在保障中國的人權 這個時候你的十四億人口不一定會站在你 你中共那個地方 所以說我會建議歐盟 你應該要繼續再進一步 其實不只是一個新疆的問題 就是說歐盟過去長時間都有關注中國的整體的人權的問題 還包括香港的反送中問題 還包括其實這個歐盟有給予中國的很多維權人士 政治庇護 還頒發了他那個諾貝爾和平獎 對不對 還頒給中國的異議人士 所以呢在這個時候不不要讓這個中共用中國十四億人口 不能把它對立起來 不是在我看來不是你十四億對歐洲的五億 不是這樣算的 是你中國共產黨你只有一億人 你還不到一億人 你自己不能站在中國人民的對立面 今天談的是中國的人權跟自由 Cultiv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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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樹 北 Take 東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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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北 北ges